这个苹果你看首先看这个苹果给人感觉是成熟的那种底色是要发白的 11月11日在第八届山西01国品文化节上 被人亲切称为柿子哥的吴雷现场直播卖水果 对他和身边的果农朋友而言直播是个新鲜的事物 第一次直播我总感觉直播的时候要吃东西 你就偏偏吃我那天吃了好多柿子最后吃吐了 就这么大的柿子吃六七个 从果农的身份转换成主播 吴雷一时摸不着头脑 双十一的这场直播持续了六个小时 镜头前的吴雷略显从容 不再一味地吃水果 幽默诙谐地介绍自己的水果 他认为直播卖水果起步虽艰难 但前景很好 我现在也是初学班 幼儿园 我今天才发现 这个才有互动 有人跟我说话我得回答 人家问我双十一老板发货会迟吗 我肯定不会迟啊 这么多年双十一了 人家快递啊什么的都有准备 一旁的主播们不时过来看看吴雷的直播 李雅丽的父亲种植果树已有三十多年 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 李雅丽开启了自己的直播生涯 回忆首次直播 她记忆犹新 那时候紧张的呀 我就拿着一个梨 我就咬着吃着 然后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时候感觉心里可紧张了 我应该吃了有两三个吧 吃的都拉肚子了都 在山西林一 像柿子哥一样的新果农主播还有很多 2019年线上直播活动开通以来 每小时有上万流量 林一的果品质量高 出口量大 直播互动增加了果品成交量 为当地果农解决销量问题 目前全线电商企业达1000余加 年销售额达10亿元人民币 越来越多的新果农 投入到电商直播的浪潮中